诸葛亮是怎么发明馒头的呢 史书里没有馒头是诸葛亮发明的这个记载 这只是个传说而已 颠覆孟霍十大信息点 颠覆一 孟霍不是云南王 只是地方豪强 颠覆二 雍凯才是大佬 孟霍只是雍凯的小弟 颠覆三 孟霍可能是汉人 颠覆四 孟霍的所有手下全是虚构的 全部 颠覆五 芒牙掌 带来洞主 目录大王 这些名字的创意 全部是当地的地名 颠覆六 杨峰这个角色和号称杨家将后人的吐司杨氏有关系 也就是后来造反的杨应龙他们家 颠覆七 孟霍的老婆被虚构叫祝容 是暗示火工情节 颠覆八 三国志后汉书里都没有藤甲兵的记载 更没有火烧藤甲兵记载的地方 颠覆九 诸葛亮南征后就回去了 南方并没有臣服 而是继续叛乱 叛乱不断 叛乱的太守都不敢去上任 颠覆十 七情梦霍是真的 这位说了 七情梦霍这么离谱的情节 怎么可能是真的 看实料 三国志卷三十五 蜀书五诸葛亮传 裴松之引用汉静春秋记载 亮笑 纵使变战 七纵七情 而亮 有浅霍 七纵七情 四个大字 历史原文 但是 在史书里 一些数字往往不是实指 而是虚指 比如 凡三王乃见 并不是说真的去了三次 可能是好几次 也可能是两次 也可能是四次 可能是五次 都可能 史书里会写成三次 七情七重 也并不是七次 是很多次 比如四次五次六次 都会被寄成七次 所以这里的七重七情 要解释成 宿宿宿情 这位说了 即便是宿宿宿情 那也不可能呀 多浪费国力呀 把人放了 重新打 军队要多消耗粮食 士兵要多阵亡 而且不是放一遍 是放好多遍 那粮食就要消耗好多倍 阵亡的士兵也是好几倍 诸葛亮是政治家 不是国家家 确实 这种观点是主流 比如历史学家 四川大学历史系的 庙岳教授 就认为不可能 滇史学家 西南历史地理专家 云南大学历史系的 方国瑜教授 也认为不可能 三国史研究专家 成都武侯茨博物馆 韩良校馆长 也认为不可能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真的 好 下面是我的个人解读 一家之言 也就是许多人定义的 胡说八道 现在开始胡说八道 首先 肃情肃重 会浪费兵马钱粮 大家都懂 但问题是 浪费的兵马钱粮 浪费的是谁的兵马 浪费的是谁的钱粮 刘备托孤时 把项权给了诸葛亮 把兵权给了李延 分李延为中都互统内外军士 好 既然诸葛亮没有兵权 那浪费的兵马是谁的兵马 哪来的兵马 如果浪费了 对于诸葛亮是好事还是坏事 再来看 浪费钱粮 诸葛亮是丞相 手里应该握的钱粮 但我们上集说过 管炎铁的是东周派南洋系的王莲 炎铁可是命脉 核心收入 不在诸葛亮手里 这位说了 不对呀 你上集说的 王莲死了 诸葛亮一次收回了免铁命脉 他不是收回了吗 已经是他的了 那再浪费浪费的不就他自己的了吗 抱歉 可能我上集说的不够清楚 我来补充一下 我们聊历史的时候 总爱说 诸葛亮如何如何 李延如何如何 这是图方便 其实严格的说 应该说成 以诸葛亮为首的 荆州派如何如何 以李延为首的 东周派如何如何 因为这不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团体 那负责 盐铁的王莲 就是一个人吗 当然也不是 那是以王莲为首的东周派南阳系盐铁小队 这个小队不光有王莲 还有南阳人吕义 杜琪 刘干等等 三国志 卷39 蜀书9 董刘 马 成 董吕传 记载 先祖定义州 致盐铁校尉 较盐铁之力 后校尉王莲 请义 及南阳 杜琪 南乡 刘干等 并为 典操都尉 刘备分王莲当盐铁校尉管钱梁 王莲把自己的南阳老乡 吕义 杜琪 刘干 全部招到自己手下 当典操都尉 跟自己一起官吏盐铁 这位说了 这些人都是荆州南阳人 他不该应该是诸葛亮的荆州派吗 非言 荆州派南阳系 是指赤壁之战后 人在荆州加入了刘备军 跟着刘备军一起进入益州的 这叫荆州派南阳系 东州派南阳系是刘夹时代 三府和南阳的十几万难民进入益州 刘章启用了三府人和南阳人 他们属于东州派的南阳系 比如王莲 他就是刘章时代进入益州的 被刘章分为子从县令 标准的东州派南阳系 他小弟吕义 吕义的父亲是跟随刘夹入川的 你算算啥子力 他们家南阳人 跟刘夹入川 后来益州出现了大量的南阳难民 这自己人呀 你看这个归属感 好 现在盐铁老大王莲死了 那盐铁是归诸葛亮了 还是归这群东州派南阳系的盐铁执行城呢 A可能主要归诸葛亮 B可能主要归东州派执行城了 最可能一人一半 可能是五五开 四六开 好 如果是A主要归诸葛亮了 那诸葛亮还七情七重 拼命烧自己的钱 正常人不会这么敢 除非有特殊目的 如果B主要归东州派执行城了 那诸葛亮七情七重 是在消耗东州派的实力 这对于荆州派有利 此消彼讲呀 如果费 来吧 互相伤害 大家一起掉血 也有可能 好 我们来进入细节来看 诸葛亮南征是三陆军队 中陆军是李辉 目标是攻击益州郡的雍凯 孟霍 西陆军是诸葛亮自己 目标是攻击岳西郡的高定 东陆军是马中 目标是攻击张科进的珠宝 那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东陆军马中这边 打进张科进 干掉珠宝 然后他就留在了张科 被分为张科太守 不走了 一呆呆五年 那李辉呢 他不胜利 他被敌人包围了 出于劣势 因为他打的是中陆军 是主战场 他就对敌人说了 我本来就是义南人 我的军队 许多人都是义南人 我们之前在北边工作 现在趁南征这个机会 回到了义南 对于我们来说是回家了 大家都是义南人 自己人呀 你们非要把我们当成敌人干嘛 我们也可能叛边呀 跟你们一起啊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非常坦诚的 敌人一听 有道理呀 就信了 对李辉的包围就松懈了 结果李辉突然反击 把敌人打懵了 一口气大战 连胜连结 向南打到盘江 向东打到桑科 就打到马中那里 这位说了 不合理呀 他被敌人包围快挂了 说明兵力不够多 实力不够强 就因为骗敌人 敌人包围松懈了 他就能突然这么厉害吗 没道理呀 你兵力放在那 咋做到的呢 单独光看这个战场 自然不合理 要整合一起看 诸葛亮的西路军攻击 一下就把高定搞定了 这位说了 这个高定怎么这么菜呀 这不是菜的问题 是因为敌人在内讧 西部的高定和中路的雍凯 内讧了打起来了 最后高定的手下 杀死了雍凯本人 你这你咋弄 叛军三个老大 雍凯高定珠宝 结果其中两个内讧 自己人打自己人 还干死一个 这对于诸葛亮和李慧 就有机会了呀 原本是高定防御诸葛亮 重重防御 在多处建造阴雷 给诸葛亮造成巨大的阻碍 诸葛亮不可能轻易啃下来 而雍凯这边呢 包围了李慧 李慧就快挂了 局势一片大好 结果这两个大佬 突然内讧互相消耗 这一互相消耗 那重重防御 就缺补给了呀 缺援兵了呀 补给和援兵都内讧去了 没了 这还哪能挡住诸葛亮呢 被轻易击败 高定本人也被诸葛亮杀了 雍凯这边呢 本来包围李慧 大优势 结果内讧 他被高定的人杀了 老大死了 军心不稳 李慧一出击 雍凯军被干爬下来了 那么新问题来了 高定和雍凯 为什么会内讧 是谁打的谁 为什么内讧死的是雍凯 不是高定 我们看啊 高定是义族取帅 代表着义族利益 雍凯是汉人 他的祖宗是刘邦的手下 叫雍齿 雍齿背叛了刘邦 刘邦把他分到了四 雍家就世世代代 待在这里 和义族一起生活 平时汉人雍家 和义族关系很好 合作共赢 但现在汉人的大军 打过来了 这情况就不一样了 高定没得选 我们是义族 再跟汉人作战 只能打到底 但是雍凯有的选 他本身就是汉人 他可以跟汉人联合 你看 矛盾产生了 这边说了 这个义族首领 高定小心眼 瞎才已没格局 都大气 你怀疑队友雍凯有二性 你有啥证据 证据就是李辉 雍凯包围汉人李辉 你不干掉他 你等啥呢 结果李辉说什么 说他也是义男人 是可以和雍凯为伍的 雍凯什么反应 相信了认为有道理 包围都松懈了 这几个意思 你汉人雍凯 要跟汉人李辉联合 咋联合呀 A方案 两人联合 对付蜀汉 那你雍凯就有了新队友了 那我怎么办 我还是你最好的队友吗 一方案 汉人李辉跟汉人雍凯联合 可以在一起投靠汉人诸葛亮呀 都是汉人呀 那我一族不更完蛋吗 所以内讧的产生 我认为是一族首领高定 去攻击的汉人雍凯 先下手为强 所以被杀的也是雍凯 这不是高定 一族军去打雍凯去了 防不住诸葛亮 诸葛亮大军来了 杀了高定 然后去攻击雍凯 雍凯死了 雍凯军被李辉追着打 这诸葛亮军队又进来了 两兵核在一处 那雍凯军更倒霉了 看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不对劲 三个叛贼首领 珠宝 汉人雍凯 一族高定 全都死了 那就不赢了吗 南京不结束了吗 这位说了 不对呀 孟霍呢 你说了半天孟霍还没出场呀 他干嘛呢 这都结束了 战役打完 他都没出来 其实真是这样 都不用提到孟霍 战役已经结束了 这位说了 那结束了 怎么还肃情肃重呢 你看 雍凯军被李辉军和诸葛亮军打了大败 那雍凯本人挂了 现在谁是雍凯军的接替老大呢 就是孟霍 通俗点说 就是孟霍接了个烂摊子 而且这个战役几乎都已经结束了 大势已去了 所以诸葛亮军队一进攻 孟霍哪挡得住呢 孟霍就被抓住了 OK战役彻底结束了 但问题是诸葛亮能让战役就这么结束吗 这位说了 当然可以呀 打完了呀 为啥不能 我们看啊 诸葛亮223年就要打南中 因为各种问题 两年后才出兵 这市场大战呀 是大项目呀 项目越大 就能获得的资源更多 能吸到的能量更多 但现在呢 因为敌人内讧 战役提前结束了 那这还是大项目吗 这不就变成小项目了吗 就好比公司有个大项目 你是项目老大 因为项目大 所以公司给了1000万的预算 需要各种中台部门配合你 配合一年 那这一年里 各个中台得巴结着你 慢慢的能被你拉拢成自己人 这1000万也慢慢花 手下的兄弟们也分道不少 大家都很爽 但现在呢 一年的项目 两个月突然结束了 中台撤了 不支援你了 不需要了 1000万预算还没花完 还有800万的还回去 这能行吗 能让这个项目提前结束吗 当然不行呀 把闷货放了 继续项目没来 那东州派的视角 怎么看这件事呢 按道理 李延是中都户 同内外军事 驻扎在永安 南中叛乱 应该是李延去评论 而且李延也派了手下长房 去劝说叛军雍凯 别造反 这说明啥 说明李延已经宣布了 这个项目的主权 这是我的项目 一周南部各地官员 应该配合谁 应该支持谁 李延呀 无论是从项目归属 还是从李延是中都户这个身份 还是从一南距离永安 更近这个地理位置上来看 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 都决定了 纪汉一南的官员 应该支持李延 因为珠宝说李延派去了长房谋反 诸葛亮做事这件事 杀了长房所有儿子 流放长房四个弟弟 明确一件事 你李延派去的人谋反 你李延有嫌疑 你得避嫌 一南你去不了了 我去你歇着 那诸葛亮作为丞相 没有兵 带谁去打呢 我说过 他开府了 带府官去 府官可以有点兵 但不多 谁督这点兵呢 门下督马中 马中什么人 益州本地人 我让益州本地人 带着我丞相府这点兵力出战 当东陆军统帅 你李延有话说吗 如果你说我让马肃当门下督 那不行了 我被人抓住把柄了 你看诸葛亮故意不让李延出战 让荆州人自己人当统帅 这就是故意去吃一南的能量呀 故意的 诶 但我诸葛亮不是哦 我用的是你们最看不起的 益州本地人 最最没有能量的益州本地人 你东州派说啥 再看 诸葛亮第二个安排 谁去打中路 也就是主场 是我诸葛亮吗 必须不能是呀 如果一试 又给人把癖 你故意的 益州本地人 马中之是偏师 自己荆州派打主场 就是来抢能量的 但结果呢 又不是 打中路军主战场 那是李辉 李辉什么人 也是益州本地人 而且他辜负是益州豪强 强到什么程度呢 他辜负犯事了 李辉按道理应该被连住 但是东州派的董和 因为顾忌到李辉辜负是豪强这一点 连李辉的官都没有免掉 也就是豪强犯事了 豪强是李辉亲戚 李辉还能继续当官 一点是没有 这边说了 是不是因为这个东州派的董和能量不行呀 不敢处理呀 董和什么人 和诸葛亮一起抚刘贝俯事的人 相当于董和诸葛亮是刘贝的左右长使 刘贝分董和为掌兵中狼将 你听听这个词 掌兵 董和是东州派大佬籍人物 就那不敢动李辉 李辉就这么豪狠 有人说了 那不对呀 你总说本地人被压迫 对吧 马中可能能量不够 无法反抗 如果李辉那么强 他完全可以反抗呀 所以呀 后来有人说李辉谋反 刘贝立刻跑来安抚李辉 说我相信你不会谋反的 然后给李辉封了一州别家 只有顶级家族才能当别家 可见李辉的能量 所以当李辉被雍凯包围后 李辉说 我说不定也会探遍哦 跟你一样哦 为什么雍凯信了 这不是空穴来分呀 李辉是一州本土第一家族 按道理 他应该带着一州各家族造反的 推翻压迫者 而且他之前就有要造反的传闻 现在他本人亲口说了 他可能会造反 你是雍凯 你信不信 所以一州首领高定坐不住了 一州别家要造反 跟雍凯一起 那还有我啥事 所以为什么李辉能当中路军 打主战场 这是有原因的 那诸葛亮这个安排 你东州派李延能说啥 主战场让一州本土第一家都去打 打的是一州本土豪强和一组 这叫啥 这叫让一州本地人自相残杀 这招高明呀 一州本地人自相残杀 整体变落 对于荆州派和东州派都是好事 你李延能说我有私心 然后我诸葛亮呢 只是个偏使 我走西路 我去啃最硬的骨头 一族取帅 而且人家营美重重 防御坚固 最难打 我这是来占便宜的吗 我这个安排可以称得上大公公司吧 但我是丞相 没有兵权 丞相府那点兵 又让门下都 马中带去打东路战场了 我自己没人了呀 我诸葛亮不找你李延要兵 你是中都户 中军还是你的 你放心 我不抢你的 不是说我诸葛亮做大项目了 我就以这个为理由找你要军队 把你的军队弄成我的军队 没这事 我诸葛亮不干这种事 我的建议是 我想把一些朝廷的将领 同时赋予他们新的身份 变成我的府官 等于是我借的 他们双重身份 算是钻了规则一个漏洞 你看 我要肯取帅 重重迎雷 硬骨头呀 我只是借一些朝廷官员 当我的府官 不过分啊 否则我没他打呀 好 这个战前布局 你是李延 你能接受吗 战役开始 马中打下张科 朱葛亮就让马中守张科 当张科赛手 马中是本地人 现在是朱葛亮 丞相府的府官 等于丞相府府官 控制了张科郡 张科郡所有官员 原本应该支持李延的 我刚才解释过逻辑 现在他们要改成支持丞相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丞相府官的手下 那他们要支持丞相 那也不是立刻 他得有时间 有过程 他得做事 而且得多次一起做事 你看 马中说了 你们必须支持丞相 谁同意谁反对 你反对 好 孟霍第三次被放了 第四次起兵了 你去打吧 啥 你就一先逼 没事 相信自己 可以的 打完了 还有五百 不急 孟霍还会被放第四次 第五次起兵 还派你去 还有机会 咋不想去了 那你支持李延 敢支持丞相了 好 行 换个人 刚才说支持李延的谁了 该你去 看见没有 孟霍存在有好处 不然没有叛军了 没有项目做了 怎么洗牌呢 再看中路 诸葛亮对孟霍 竖情竖重 这要算战功的话 这不少吧 那诸葛亮军打了孟霍 那么多次 真正作战的 是不是中路军的 丞相辅官呢 没毛病吧 那按照这个战功 分官 分侯 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分 结果呢 非也 分官 分侯给谁 这是中路军 谁的战场 李辉呀 宣布李辉是南中之战 贡献最大的人 分侯 汉兴庭侯 加封将军 安汉将军 蜀汉之前 谁是安汉将军 弥足呀 十周第一豪强 当年刘备的大股东 李辉是啥 一周第一豪强 那谁是刘备呢 我诸葛亮现在不就在干刘备的活吗 当统帅呀 这意思明确了吧 我诸葛亮是刘备 你理会就是弥足 咱俩应该是这个关系 你支持我是我的大股东 我给你分侯分将军 爽不爽 一周第一家族 是我丞相府的大股东了 那一周其他家族 一南这些官员们 你们支持谁 开动开动 想一想 所以诸葛亮传达出一个什么信息 第一 加入我丞相府的一周本地人 能当菜手 第二 一周本地第一家族 已经跟我诸葛亮合作了 而且我给分了侯 你说啥 战功不够分侯 没事 放了孟霍 再来 再抓 再来 对外宣称 一周第一家族 抓了孟霍这么多遍 战功够了 分侯 所以一周百姓们 谁是好人 是霸占你们家乡的东周难民吗 是一直压制你们的东周派吗 不是 是以我诸葛亮为首的荆州人呀 我们才是亲密无间的好兄弟呀 这位说了 上一任 我们一周本地第一家族 盆样就被你诸葛亮打下去了 哦 是吗 可能是误会 不要在意之前那些细节 翻篇了 现在我们荆州 一周亲密无间 好兄弟 荆益一家亲 有人说了 那数次释放孟霍这个行为 不是很令人怀疑吗 怀疑啥 第一 孟霍接手时 大势已去了 翻不起浪来 战力不强 所以不会给诸葛亮军队 带来什么巨大伤亡 但是抓他呢 需要时间 这个时间一拖 花钱是真花钱 那么诸葛亮为了蜀汉 征战钱不够了 你们东州派的小弟们 还手握着盐铁 难道不应该支持平乱吗 东州派说了 那你为什么一遍遍的放呀 把战役拖了那么久 还得我们出钱 你故意的吧 非也 这叫攻心为上 我在出征之前 我的参军马术告诉我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 只有这样 才能令义南真正成福 不再投降 东州派说了 这样竖情竖众 真的能让义南彻底成福吗 诸葛亮说 有这个可能呀 这么做了才有可能 不这么做 连可能都没有 那你说 我要不要这么做 我为了义南的稳定 对不对 你们也是蜀汉的臣子 现在蜀汉需要花钱的时候到了 你们不出 你们评价不出 你们是要把集团的资产 变成你们东州派的私人财产吗 总结 惜情惜重 是有利于丞相辅官 坐稳太守的 是有利于义南官员支持丞相的 是有利于树立义州本地人加入丞相服表率的 是有利于义州第一豪强获得战功分侯的 是有利于持续消耗东州派盐铁经济的 是有利于打造诸葛亮个人传说 个人神话 形成个人崇拜的 这对于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派是一份完美的杂卷 一百分 充分展示了诸葛亮是政治家 不是国家家 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诸葛亮敢对孟霍七情七宗 他为什么不对高定七情七宗